今季在潮流方面 會有兩個明顯的元素可以提到 第一就是衣服的形態 有很多女士有很闊的皺 一些四五十年代的形態 我們也是可以在頭髮上高的一個inspiration 關於形狀的形態 而另一個很明顯的 trend 就是顏色不太大 今季其實很奇怪 冬天通常都是一些很深色 深肥、灰、鹹、藍 但是今季有一些特別的情況 就是很多牌子的衣服 都有一些很鮮艷的顏色 就算是黑色裡面 都可能加少一點顏色 甚至乎是好像夏天的那種感覺 變成我們頭髮色那裡 都會跟之前我們做一些不同 冬天我們當時都會做一些冷色 比較沉的顏色 但是這個冬天其實會有些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會有一些 我們叫Mahogany的顏色 Hogany可以是 其實對我們的膚色都是好的 平時我們比較少用在秋冬的髮型 另外說一些深一點的紅色 這裡有些深一點的紅色 都是適合我們亞洲女生 我們可以混合一些 我們叫Cocker的顏色 但是如果我們 有些Cocker的顏色 但是如果我們亞洲人 完全只是用這個橙色 我就覺得跟我們的膚色 不是太配合的 所以這個顏色我建議就是 我們做一些highlight 做一些lightning的感覺 令到它看起來的髮型 不要那麼單調在一隻顏色 而就算是highlight也好 今年我們會做一些比較 subtle 一點的效果 通常我們看到一些highlight 近這幾年都是一些明顯一點的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highlight 比較像一個shading shading的意思是有些好像 陰影、光暗的特點 就不用說是一條條 很明顯看到 這個給我一些短頭髮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髮型裡面 有我剛才說的shape 圓形的shape 就是有一些influence 一些比較sharp的線條 然後有一些光暗的效果 但是顏色 如果放在頭髮上高 都是鮮艷的 當然我們鮮艷不是說一些 橙色的 就是橙色的 橙色的 因為那些很難carry 出格氣的那些 所以我們說是鮮艷的色 就是這個今年的色彩的trend 是跟畫面有些不一樣的 所以今年的大家都應該要colorful 是很難以為 呃 今天天然公開 是因為 是因為 可能要等於 採訪了 是因為 三十周 有限時 我去就會